首相丹斯林慕尤丁今天通过团结部的脸书 线上推荐2021到2030年国家团结政策 以及国家团结蓝图 慕尤丁提醒国人警惕某些政客操弄种族情绪 而这也是大部分多元种族国家所面对的主要挑战 他同时警惕政治人物不要为了政治利益玩弄种族情绪 政府绝对不会在可能破坏国民团结的问题上妥协 政府绝对不再次负责任的社会和国家 我们所得到的主要 政府也不会再次负责任的事情 可以含着国家和国家 慕尤丁强调各族之间必须培养同理心 以便从更平衡和全面的角度来了解种族问题 而这应该通过教育和媒体加以培养 慕尤丁指出国家团结部因此制定了一项长期的团结政策 促进加强和维护国民团结 国家团结大蓝图制定了三大目标 在联邦宪法和国家原则的基础上 加强国民团结及融合 以认同感爱国主义关心宽容相互尊重 以及责任感来建立国家特征 培养珍惜和实践团结的人民